武漢避暗台湾本土革新病例 今天新增到39例 比起前两天稍微看新冠 希望林素是新增到9的人 在中华官的部分 今天林革新 最近两星期以来 中华本土革新林素 起起落落 不过今天来看 以前出世是继续下降 中华本土以前厉害林革新 以前发展继续买降温 不过在夜苗住下的部分 是越来越烧 管户疫苗在后离拜一阵前 可以跟70个医生 想要自疫苗民众都住完 我们就特别开放 75岁以上的长者 不管你是之前因为什么原因 你没有去打的 你现在都可以 跟我们的医疗院所去做登记 登记之后呢 我们把疫苗播给这医疗院所 最快的可以从礼拜五就开始开打 预计到礼拜一 把70岁以上的长辈 都一并的这个 注射完 那我们不间断 然后持续不断的接着打 因为我们如果7月12号解封会为解封 那我们呢很重要 爸爸妈妈可能就要出来上班了 那我们孩子们怎么办 所以现在有关于教育人员的疫苗施打 会以第一类实际从事教职的人为优先 那我们今天也通知我们各个员所 安排了我们所有施打的一个地点 所以呢 从明天开始 明天开始启动 三天之内预计把它全数都给打完 高中以下教职员工的疫苗 我们预计一定会在8月18号之前来完成接种 就是在开学之前一定会来接种 那这几天其实你病例开始维持在这种零 或是少数零星病例的时候呢 我们看这个指标就会看 比较重要是看这个主动监测的指标 就是这个68169这个监测量 要能够每天去维持 所以我们通常就会去看这个指标 是不是都会维持 因为有维持表示有一定监测的量能 再注意社区是不是有新的个案发生 因为我们管理已经有10个 较真正希望的案例 多少都是个人的乡亲 因此危险救是在处逢救 有疫苗就要冠近住 疫苗的接种率越高 保护力越高越高 大传新闻中心中华 彩虹博登